红豆水夯,有伤肾疑虑,一般使用者不用担心 最近因为受到名模隋糖的影响,红豆水与一人水盛行 市面上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健康饮品 像是枸杞水、红枣水、以及绿豆水 这些饮品不仅能够改善女性旌旗不顺 还能够利尿消水肿,美白,甚至是抗衰老 因此受到广大女性喜爱 让我们来听听她们怎么说 我觉得喝红豆水是真的有比较有效 就是改善那个闲话 还有就是说话很痛的 就是很痛的问题 就是喝了之后是真的有比较减话 但是,喝红豆水真的无害吗? 但是我又看到就是几篇报道 就是说很像喝红豆水会有伤肾的问题 所以就是想要喝但是还是要再多考虑一下 红豆水含有大量的甲离子 喝多了可能会造成肾脏的负担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甲离子每天摄取的建议量为3500毫克 也就是说 你必须食用超过一公斤的红豆 才会达到建议摄取量 所以可以放心饮用 文化动新闻 每天不要喝啦 报道